我们为财所困 每天活在痛苦当中 大家想一想 我们整天在痛苦当中想着 我们到底来人间 为什么 我们什么都不顺利 让人感到这个世界太不完美了 实际上 这个世界就是让人来受报的 台长告诉你们 我们的孩子 有两种 一个就是来讨债 一个就是来还债的 我们的夫妻也是这样 今天有缘分 明天没有缘分 就是在一种缘分当中 所以既然到了人间 我们就只能要承受和忍受 当一个人不能忍受困苦和烦恼的时候 他就会抓狂 这就是现在 为什么会有忧郁症 会有很多人自闭症和恐惧症 所以人活在世界上 为什么不能懂得一些人间的道理 让自己的心 让自己的心能够放开 能够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点 实际上让自己明白这些薄理 很多母亲就是这样 看见孩子就说 我欠你的 你是个讨债鬼 他心里也就平衡了 当很多父母亲自己觉得不平衡的时候 想一想 夫妻也是这个缘 今天我们有缘 就好好的随缘 等到哪一天 我们没有缘分了 我们也不要再去埋怨 只能顺着这个缘分走 所以有缘分的时候 尽量要吸缘 希望大家要懂得 台长在澳洲 有一个老妈妈来看我 她的先生刚刚走 她跟我说 台长 我太不珍惜我先生了 我先生在的时候 我骂他 讲他 天天叫他这样 我先生太好了 他现在走了 我不想活了 台长 我很难过呀 我说 你自己就是不珍惜 当一个人像带个吊坠一样 没有遗失的时候 天天带在身边 你不觉得他是珍宝 一旦遗失了 你会痛苦万分 所以真正学佛的人 要懂得珍惜别人 现在这个老妈妈跟我讲 台长 你帮我看看 我先生在哪里 我要跟他忏悔 我要跟他道歉 所以一个学佛的人 最怕的是后悔 我们做什么事情 要懂得抓住自己的善因 我们才不会有恶果 如果你今天做任何事情 只管去做 你又不懂得保护好自己的果 那么你一定会尝到恶果 所以因为人间从来没有美丽过 因为人只顾眼前的利益 只管造因没有得到懂得果 所以佛法界有一句话 菩萨为因众生为果 就是人就是出了事才害怕 而菩萨在没出事之前 他已经害怕了 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 好好地修心 能够知足常乐 能够懂得珍惜因缘 那才是真正地保护好 自己的人间的佛缘 有一个老鼠掉进了 半满的米缸当中 一半满的米缸当中 这个意外啊 让老鼠情不自禁地非常开心 他确定米缸里没有危险之后 他就躲在米缸里 吃了睡睡了吃 他非常的快乐的生活 很快米缸就被老鼠吃完了 米缸里的米啊全部吃完了 这时候老鼠才发现 他再也跳不出米缸了 一切无能为力了 这个故事说明 我们的生活看似平淡 其实到处都是危机啊 人就是在享受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到过 我会有灾难 很多人天天在生活当中 觉得自己身体抑制很好 当有一天他发现了自己身癌症的时候 他已经晚了 所以灾难一来再去求佛 也就是灾食难用药啊 灾食报佛脚 希望我们人能够懂得要看空啊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空的 想一想大家 你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人 想一想你们年轻的时候有多少快乐 有多少伤心 有多少难受的事情 今天还想得起来吗 这就叫过去 所以难舍的要能舍 现在的人什么都舍不得 就是一个邻居阿姨会烧一个非常好的菜 你去问他 阿姨你怎么烧得这么好 你能教教我吗 这个阿姨说 啊很容易的 不就放点盐放点醋 炒一炒吗 人的心啊 什么都不舍得 家里有很多储藏的药 人家问他 哎呀我身体不好 你能给我点药吗 好的好的 把快要过期的给他吃 人家说你家里有这么多药 你为什么不多给他一点呢 我留着我下一次生病还要吃呢 想一想 人就是在空的当中要学会放下 空实际上就是自在安详的根 一个人不求了就空了 一个人越求越难过 所以学博人要学会付出 我们想改变自己的人生 你不想付出 那你一切的尝试都是白费的 我们今天要想得到佛宝 就要学会欲中离欲 就是我们有欲望 必须要离开这个欲望 我们心中要生出一朵莲花 要爱所有的人 所以在家修行更难 因为有妻子啊 孩子啊 又要上班啊 又要念经啊 动不动还要生气 发脾气 所以要多几倍的功夫 你才会修好心 所以真正要学修心的人 要有毅力 我们今天就想改变自己 不要等到明天 因为明天还没有到 希望大家忘记过去 好好地学佛 真正地把自己的心 和众生的心合在一起 理解别人就是宽容自己 能够懂得慈悲别人的人 这个人就是人间菩萨啊